麥當勞宣布將接管期在以色列的225間門店 此舉是為了應對巴爾衝突期間 其遞許經營商的行為令麥當勞受到抵制 造成蕭索亞下降 這些門店先前又打開經營商Alonio 運營超過30年 公司在聲明中表示 已經與Alonio簽訂了收購協議 交易完成後 麥當勞將全面擁有和管理這些門店 並承諾保留員工的工作條款 具體購買金額順未對外公布 今年2月由於中東銷售疲遠 麥當勞報告了近4年來第一次收入不得預期 其首席執行官曾指出 受戰爭和相關不實訊息的影響 中東市場受到了明顯的商業衝擊 麥當勞的股價在今年已經下跌了10% 相比去年同期下跌了5.5% 這次收購被視為麥當勞加強品牌控制 並改善以色列業務狀況的戰略行動 Tinawes記者編輯報導